为什么成为偶像不局限于Aidormaster 绝大多数偶像类型作品都会触碰这个提温去展开题材的扩写 单纯从人物和剧本设计的层面去谈论的话 外乎就是围绕身份认同为切入点 延伸角色背景的塑造 同时由于这样的切入点 能够相当自由且自然跳脱偶像文化的范畴 营运替登场角色安排成为偶像的动机 越是多元又能兼顾合理性 即便只是去购人物 玩家依然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向往 或者令自己投以青睐的共鸣之处 我在《花海啸记》身上 看到了好胜心所能带来的积极进取 跃穿手球的存在 则体现了一种尽管纯粹而欠缺周全 却也因此可塑性高的值日可待 至于主生学院偶像大师信号灯团体的最会位成员 个人经历结合与人相处背后的出发点 虽然是偶像类型作品之中相对少见的类型 然而耿直去看待那个平易戒人的目的 以及价值观和行动力互相角力之下的心理状态 让夫妻塔口都内这个女孩子 打从亮相以来就当上了许多人心目中的世界第一 大家好,我是Skim 初心学院的校地足够广阔,设备也相当完善 除了训练表演科目的教师和师资 足以从育成模式和故事演出中感受得出规模 模拟真实尺寸的演唱会舞台 也会在育成迈入收尾阶段的时候 透过偶像们在台上载歌载舞 展示校方替学生的将来准备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以偶像这个身份为出发点的设想 初心学员绝对称得上教育体系之中的翘楚 倘若讲到以学生的需求为前提给予的照顾 的确也没有亏待过前来就读的孩子们 提供有助于习惯校园生活的宿舍 就是其中一个故事中存在感十足的所在 绑着两尾麻花辫 正在打扫的黄发女孩 有朝气的向前辈基奇利波和有村麻羊打招呼 当学生会副会长接近和他搭话时 马上就拿出严正以待的态度听着对方的指示 如果没有看过前面的故事 或是遗漏了接下来和学员P的对话 说这个女孩子是校方请来打扫环境的清洁员 我想真的会有人信以为真 事实上刚才的叙述对了一半 口头内一大早起床打理宿舍的整洁 的确能拿到校方支付的工资 并非人人都有门路被牵线的职缺 之所以来到口头内的手上 还得回到几天前学员和对方单独谈论 关于现阶段实力遇到的障碍 有鉴于感觉到口头内很缺乏自信 学员P先是直接肯定他作为偶像的资质 最后也以认真的口吻提出作为修养身体的交换条件 不仅会帮忙处理申请奖学金的事 为了每天的行程可以更有效地分配 会接洽能够赚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 并且对于偶像生涯有所帮助的兼职 好比说穿上儿童装和孩童进行互动的现场活动 面对口头内抱怨结束后一身是汗 看不出到底哪里对自己有帮助之后 学员P的解释这个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对待群众 尤其口头内十分缺乏上台的经验 能透过这样不必露面的方式去逐渐习惯 或许正如他事后所言舞蹈跳起来意外的轻松 还有令其他表演者感到亚裔的好表现 无论是有形的成果或者无形的经验 口头内果真在坚固酬劳磨练和成绩的一时三鸟之下 慢慢地摆脱成绩被评为后段般的窘境 甚至超出学员P的想象 看见了新的可能性 要谈论这个部分 必须回到前面有介绍过的打扫工作 学员P曾在某天主动和口头内提点 一大早出现在学生宿舍的门口 悦者陆续往教室出发的住宿生们 都有机会和对方接触 正当学员P接着开出一个月的期限 要求认识每一位住宿生的课题时 口头内反射性的回答已经记住了大家的脸 交流顺利的类型 就当作朋友来往 假设和对方电波不合 达身招呼同样不成问题 特别说了意识到要让前辈看得顺眼 私が成り上げ じゃなくて 夢を叶えるのに役に立つかもなって 先輩たちすごい人ばっかりだし 同級生だってこれからすごくなるかもですし 身に入られたり好かれといたら いいことあるかもって 人間関係のトラブルも減りますし 悪いこと何もないですよね だったろう 一夜もかかんないし やり得くかなって 也许早在设计人物特質的时候 预设打算借由口头内的视角 当作撤写其他偶像的补充试点 又或者这个女孩子的性格 本来就很容易不自觉地冒出 对于周遭的具体想法 Fujita Kotone参与的剧情中 经常扮演着衬托他人性格特征的绿叶角色 換言之 多亏的Kotone擅长茶言观色 因应对手言行去做调整 又存在底线的对应方式 和他交流过的偶像们 展现出的面貌往往会越来越立体 目前公开制第二化的Hazuboshi Komu 以笑技、手球和Kotone为核心的主线故事 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夹在第一印象交恶 偏偏彼此的好胜心都很强烈的笑技与手球之间 即便同样对于玄皮负责他以外的偶像裕城 抱持反感 Kotone依然按住性质 按部就班的设法和两人熟弱 从笑技提出五道挑战 绝对都是强项所以欣然接受 成功击败对方之后 虽然依旧把那种好胜心当作一种傻劲 也在可以节省生活开支的前提之下 依赖笑技那股身为人杰所养成的可靠 而一点一滴的亲近 至于起初毫不留情的嘲讽 说手球直播是尝到一点人际关系上的苦头 开始自以为是悲情女主角 招踏现有资源而让人怀疑 到底有没有去当顶尖偶像的干劲 后来在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过程里 愿意吐入之所以对金钱有所执着 嫌少和人坦诚以对的真心话 随后接着意识到眼前 那个总是让人感觉趾高气昂的同侪 只是有着自知软弱而渴望变好的坚毅 玩家透过口头内和周遭互动的来龙去脉 抽丝剥茧的熟悉她肯定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这个女孩子充满弹性的为人处事 有如镜面似的能从不同角度 照应出相处对象的面貌 如果你觉得笑技和手球 毕竟原本就被安排成信号盾的成员 营运势必会想尽办法 因此上面的说法好像不是这么有说服力 还有位于口头内来往的篇幅不少 同时明显反映出个性特征的偶像 狮王新男朱欧塞拿 光是与校长狮王帮夫相同的姓氏 加上冠名学生会场的头衔 已经足以说明许多方面的与众不同 也是现阶段已知唯一同时具备制作人身份的偶像 而正是这样的存在 当面主张看好口头内的资质 邀请成为搭档或是由他担任偶像育成的负责人 目前就用了三张Sport卡的分量去描写 在新男的进攻和口头内的推迟之间 强势和完整的拉扯 人气攻防的一来往 除了的确演绎出了一个积极主动用慷慨的人 遇上另一个有所顾虑而不得不圆滑玩具的人 新男碰壁之后困扰于如何调整劝说方式 口头内原先只是企图敷衍应付 却也曾经闪过几个片刻 憧憬的台上帅气并且自信满满的新男 老实说根据新男开出的条件 口头内假设真的和他合作 别说是经济上的问题完全可以获得解决 相信就连训练的内容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要量身打造肯定也不是做不到 可惜的是一来悬批先行一步找上门 再来如同口头内多次与新男交谈过后 无奈表示无论是过于积极的态度 或是直求轮番夸赞口头内优点的方式 都令自己觉得吃不消 嗯 やっぱり今日も来ちゃったか 何か言ったかしら え?そんなことより 私今からバイトなんで 話してる暇ないんですよね ってことでお疲れ様でした バイトならしなくても大丈夫よ 遠ざのお金は私が用意するわ それにバイトを辞めたとしても あなたならアイドルとして稼ぐことができる お金とわりします 私 借金は絶対したくないんですよね で そんな可能性の話で 稼げるとは限ら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ってことで お先失礼しまーす あ コトネ 今回も逃げられた 次は 振り向かせてみせるわ 宣言偶像大事的角色潜谈 加上这集算的上市完成信号灯团体的介绍 有趣的是这三位成员 動了在大大小小的剧情里面 找到位形象色与彼此相近 設定和个性上也有强烈呼应的对手角色 超早熟的笑技和大器晚成的又雅 执着而难免偶尔均利的手球 对上随心所欲而步调自由的美玲 新南和口座内之间的属性呼应 不单是拥有的现实资源多么懸殊 另一项与偶像这个身份 有着深刻关联的内在要素 是自信方面的天差地缘 就算能够迅速理解到他人的痛处或者不足 有时候甚至会刻意毫不羞恥的嘲讽一番 或其他口座内缺乏自信的程度 尽管天剑玄皮的打气之后 就会短暂的遺忘 绝大多数自卑的情况 依然指向是贫乏的经济状况 如影随形跟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 两者事实上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过去还一度陷入恶性循环 结合口座内的字数以及学员P的调查 玩家就能拼凑出因为在刻意的时间忙碌于打工赚钱 导致口座内并没有拿捏好体力回复所需的时间 疲劳延续到训练和演出的表现上 拿不出发挥实力的结果 久而久之自然被学校评为后段班 拿不到肯定的口座内信心自然只退不增 这也解释了为何学员P一接手管理他的行程 首先选择大刀阔斧的直接调整花在打工上的时间 更企图让口座内部只会对金钱的酬劳产生动力 工作内容无息间有助于替偶像生涯的未来铺路 学员P希望他所负责的女孩能体会其中的用意 进一步愿意付出更多的行动力去完成这些委托 因为每一项替他找一个职缺 校方也会收到成果的回报 表现良好的话也有利于提升学悦的评价 讲到接近影片的尾声 我想有些人多少仍然不明白口座内需要用钱的程度 怎么听起来好像很多时候优先顺位 比偶像所需的训练还重 关于背后的真相 即使在口座内的个人故事 多少也只是点到为止 需要解锁亲爱度时的剧情 他才会主动和学员P坦白 成长的家庭并不富裕且有不少弟妹 口座内从小就意识到必须尽一份力 只不过他打算实践的途径 是期望进入初心学员就读 当上一流的偶像赚取大把的钞票 双亲先是毫无留情的教训泰顿 最后仍然默默地投资了他的梦 不惜用借贷的形式筹到了第一笔学费 然而梦想的第一脚踏了出去 接着向前迈出了每一步远比想象中负担还重 等到口座内意识到的时候 他已经老是吊车尾 辜负了家人的期待之余 家庭的负担导致父亲有一天静止的离家出走 可想而知和学员P见面的时间点 他承受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了 无论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动机 单纯处于人员一旦变好 往后的演出工作就能更加顺利 还是当上顶尖偶像的根本 源自于渴求庞大金钱的欲望 口座内看待偶像的出发点 和绝大多数偶像类型作品推崇变好的理念 相比之下似乎显得倾向于现实 只不过从相对世俗的层面谈论偶像 真的是已经应该避讳的切入点吗 倘若没有资本提供场地 器材和人才的出现 偶像得以大展身手的舞台 又怎么可能会合理的存在呢 我认为将口座内设计成看待偶像与金钱离不开的动机 其实只是在探讨成果与行动力之间深刻的因果关系时 回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感触的题材而已 何况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 确实有助于口座内的生活变得更好 一旦不必再替生活发愁 自然而然就有余力更专心投入锻炼 信心跟着也会慢慢累积起来 全批为口座内安排的计划 无非正是以旁观者情的立场 对阵下药又能尽量兼顾理想和现实 让他走上正道 好比Sekai Ichi Kawaii Watashi这首专属的个人曲 口座内得知上台要表演的 居然是必须展现出充满自信的一面 为此有所苦恼的模样被孝季瞧见 明白来龙去脉之后点破盲点 不是要满足别人眼中理想的模样 而是呈现出私心自觉可爱的一面 用最喜欢的方式诠释这首歌 也许每个人多少会跟口座内一样 受限于某方面的不自由 虽生活难免心有旁骛 但哪怕仅有稍纵即逝的喘气 我们依然能够拿出勇气短暂的放下包袱 享受当下尽可能去当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 我是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 口座内和学员P讨论出最适合他去当的顶尖偶像 是不论和谁都可以顺利合作 每个人都喜欢和他一起工作的业界一流 我很中意这个答案 来聊口座内的事 那就下支影片见啰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